诸佛圣华学圣生 诸佛体永恢夷 所以文师修功德 为力有情愿成佛 接下来就是讲死的问题 就是讲接生相继 接生相继 就是死 就是死亡 中阴生 和未来生命的逃生 这个接生相继的内容 大概包含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就是死 死的时候怎么回事 第二 死了之后 如何我们这个生命 死完了之后 如何过渡到中阴生 就是越快 第三块呢 中阴生怎么去淘汰 中阴生怎么去淘汰 那么这个三个部分的内容 在这个室友里边 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轮回 它有四个转 可以说生命的转迹 转迹 转迹 有情生命在转迹 就是它的转迹 基本上有四个阶段 就是叫生友 刚刚哨生的时候叫生友 哨生之后叫本友 然后一起生命结束的叫做死友 然后死完了之后 就进入什么阶段 中友 就是我们生命转迹的四个阶段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死以结成加密之下 基本上是包含着三块的内容 就是死丸 收音 造声 那么现在先讲死丸 死丸 那么这个一共也有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死的严 第二个是死丸的丁 第三个就是死 死的时候怎么死啊 意思就是死了之后 怎么进入中友 第二个就是中友啊 怎么去造声 我们现在先讲第一个 就是死的严 扫尽时 得 与先业所以之道 一切皆尽 时至而时也 这个第一个 不净时得 未如无之地而时也 不平等时的 有九种因缘 未时无度量的如今所说 关于这个死啊 人死的因缘啊 总的来说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扫尽子 就是你的扫尽道啊 只有你该活 七十岁里两天啊 还可以活多前之间 所以先业所引之扫 你的业力 你过去的业力所引的扫尽 本来说你可以活六十岁啊 活七十岁啊 到了死的时候 可以叫该死 该到死的时候 那不死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时至而死 时间到了 这种死还算是好死啊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扶尽子 是扶报已经完了 你的寿命是来没有到 你本来对活八十岁 可是呢 可是在你有生之年里 拼命挥活 拼命享受啊 结果你把你的福报给享完 等来活八十岁 可是四十年 把八十年的福报给享完 所以最后呢 怎么样啊 如无知己而死也 最后被饿死了 所以叫惜福哦 如果不惜福的话 你把福报讲病了以后就是什么 怎么死啊 怎么死啊 结果不禁止啊 还有什么不少团地设死啊 有没有啊 有 有 解决这叫什么死啊 结果不禁止啊 还有第三种死的方法 叫做不平等死 不平等死呢 就是不正常的死亡 在钥匙经理边啊 有讲到九种痕死 就是意外的死亡啊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 意外的死亡 意外的死亡 那这个意外的死亡 一共有九种 那么过去呢 这个 哎呀我看这个九种死里边啊 那基本上都跟吃饭有关系 嗯 嗯 叫什么 第一种 食无量 吃的太多了 撑死了 哈哈哈 第二种 食物银 吃的不该吃的东西 哎 第三种 哎 吃的没消化又吃 拼命的吃 第四种 第四种 吃的不好的东西 没有没有复出来 哎 结果产生疾病了 第五种 哎 吃的不好的东西生病了 生病了没有很好的 去治疗 对治 哎 第六种 不进医药 第七种呢 不知道你吃的东西啊 不知道对自己 有好处还是不好 你搞不清楚乱吃 第八种呢 灰时灰量 第九种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指南里的 这个 色啊 信啊 过渡的 哎 你看这九种都是 不是食就是色 所以古人讲的什么呢 要定从考路啊 如果现在讲很识 肯定就不是这么讲 我看 什么飞机上掉下来啊 什么天使啊 什么被车断死啊 啊 现在的 还有什么 被机器了 什么 啊 问题多了 这个九种就是属于 不平等 所以要多祈求三宝加持 多念佛菩萨名号 不容易出现的 就不容易出现的 那么前面讲的就是三种死的语言 接下来就是讲死的时候的心理活动 心理状态 这个心理状态呢 心理状态啊 心理状态啊 死的时候的这种心理状态 对未来的生命的气象 就是对头生啊 对死后的气处啊 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死的时候你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心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所谓的心理无非也就是三种 一种就是善气 一种就是不善气 还有一种就是无气心 死的时候你的念头是善的念头出现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是不善的念头出现 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是无气心的出现 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满足 死心指 死的时候的心理 这个叫死亡心理状态 有几种 性等善心 其贪等不善心 十二心者过一自律 过一他死念 以想出转间 令心法治安 就是这个死亡的时候 有 有 性等善心 才出现 或者呢 还有就是 贪等不善心 才出现 那么这两种心的生气 怎么生气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或一自律 自律 也就是一个人 平常多行善事的人 他就能够很正常 就能够生气善念 因为人的心也是一个言气 也是一个言气的 行善的人 那么他在死亡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生气善心 那么行不善的人呢 他在死亡的时候啊 他就比较容易生气善心 所以有的时候是靠智力 那么也有的时候靠差力 所以就在灵中那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赞同佛教 我们汉堂佛教有这个神称光才 祝念啊 还建议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告诉你 你怎么样去引发这个死者的善念啊 因为死的时候人很苦惊 然后心很乱 这个念头一点把持能力都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要有这个宗教师啊 把持啊 给这个王子给引导 告诉他你这一生啊 你做什么什么的善事 要提醒他 让他生起这个善念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让他念佛 或者引导他念佛 帮助他引发这种善念啊 那么这个就叫做 做依他使命 就是别人 搬助他引发善念 那么也有的时候呢 这个家里人啊 他死的时候啊 家里人家拉牙呀 你别走啊 这个 算搞两搞啊 他就烦恼的不得了 啊 没有你不行啊 等下都要死了 还没有你不行啊 哈哈哈哈 那 结果啊 他就看着了 心就起来了 哎 那么有的人呢 他死的时候呢 儿子就哎呀 你赶快写一族啊 这个 然后这个儿子说 你要给我写带啊 那个时候你要给我写带啊 完了 哈哈哈 财产还没有分啊 你不能走啊 完了 春春明起来的 是不是啊 嗯 嗯 那 那就是 依他死念 就是死人是什么念啊 十三年 所以 一想 初转之中 令心发起 这个人在死的时候 这个心啊 有两种 两个过程 一个是初心的过程 然后进入细心的过程 嗯 如果啊 这个密宗里边讲啊 人这个心从初心 进入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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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已经进入已经气息脉行了 就是呼吸已经停止了 但是并没有死 他说 进入这个细心啊 如果有残病的功夫啊 他还可以维持三线 虽然细心 这个停下来 但是他的整个人啊 还是一种生的状态 就像现在这种惨病的状态啊 他还能保持三线 那么 那么这个灵宗关怀 最主要是在哪里呢 就是要在他这个 初的心转起来的时候 不是进入细心 如果进入细心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进入细心 他也就是像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三线啊 就是有的是很转 进入细心 只是过渡一下 但是要很有功夫的人啊 就是一些 一些修行大成就的人 他从初心进入细心 他可以像入定三线 然后再走的 这个是这个灵宗里边有这些 有这些说法 那么现在灵宗的关怀 就是要在这个初转之际 就是这个 这个念头啊 就是暖 开始烧暖的时候 这个初心 初心转的时候 还没有死 初心转的时候 从这个时候 要开始领导 像战皇佛教里面 他就会叫你 念这个什么 中英生救助法 就是叫 某某人啊 你现在啊 死亡已经在你的身上降临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想这个什么啊 你将会听进去什么样的境界啊 你要把握啊 哪一种境界 你不要跟着乱吵啊 哪一种境界啊 你要抓住啊 这是你解脱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啊 因为我们这个死亡的时候 就是一个身心四大解体 从此也是我们心灵啊 意识啊 瓦解的时候 所以这个 这个 在这个战皇佛教里面 有讲到一个过程 就是 这个中英 这个中英呢 它会进入一个 这个 这个心 这个心啊 会进入一种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意识瓦解的过程中啊 你的心静的明光会显现出来 如果这个心静的明光显现出来的说法 这个说法 你只要当下 欺识这个明光啊 你当下就 就正能裂盘了 这就是 赚上佛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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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赚上佛教讲什么种意 那么我们这个 死亡的时候的这个种意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把握我们 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是解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把握呢 包括所谓的修什么后啊 什么之类的 都要在这个初心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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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进入细心啊 这个丸子啊 它就不太能够感受到了 既无忌心死者 以善不善恶心不自意念 既无他死念 那么还有人使得说是无忌心 就是善的念头也没有 恶不善的念头也没有 始终做善者 那么下面讲 这个死亡的时候的心理啊 会产生什么样的 不同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效果 此中做善者如由暗入明 此时 如梦种种叶欲尽 色身安恶而死 解之解苦 一胜 微喜啊 那么做善的人 如果说 做善就是善命啊 在灵中的时候啊 在灵中的时候啊 如果身体善命啊 那么最后他的心里面啊 就像做梦一样 所以有的人在死的时候他会说闷话 他会说 哎呀我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佛菩萨来了 或者我看到 什么死的人啊 或者看到定义的像显现啊 他会自己在那里说了 那么这就是灵中的时候 他什么样的念头 因为善的念头 还是不善的念头 然后阴静啊 就会现前的 这种夜静啊 就现前的 那么那种善的念头 不善的念头啊 他显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这种显现就像做梦中一样 别人都看不到 就只有他自己能看得到 所以说 这个 如果善的念头呢 如暗入明 就像从黑暗里面 清明清光一样 能看到 种种夜夜色 看到很多 他很喜欢看到的境界 安乐而死 死的时候很安强很开心啊 因为看到安乐的境界嘛 当然他死的就很开心啊 解枝解苦 亦是很危险啊 那么死完之后 本来是大结枝 这个说明应该是很痛苦的 但如果一个人 他上心死的时候啊 那么这种解枝解的苦啊 就会很情微 却不善者如明其暗 此时如门显现种种不可爱泽 生起梦里 造枝解之凤 第几亳 肢解的除天及地外 仪器皆有 一无忌心者如善所言之乐福 地不生人 作不善者如明其暗 如果作不善的人 那什么时候就像光明西露黑暗一样 作不善 不是说你这一层作不善还是说你这一层作不善 因为事实上这里不要指的是灵中的念头 不要指的是 史诗如梦显现种种不可爱色 身体猛烈 那就看到很多无稀把刀那些很神灵的 什么牛头马族啊 什么这些鬼魂鬼族啊 各种地义象啊 看到这些景象 那么因为看到这种景象之后呢 身体猛烈之苦啊 感觉很痛苦 因为这种心理上的恐惧 然后再加上这种 所以可以说 使得这个生理上的苦啊 对 非常明显 造之解之痛 亦其极烈啊 身体之解 四大分解的时候 带来的酷子之痛啊 也是非常的极烈 所以死亡的过程 就是一个瓦解啊 四大分解 从地 回归到地 水 水分解 火在分解 火分解的时候就是暖气 就是没了 那个热气就没了 然后 昏 昏分解 就是一个气啊 气就没了 没气了 然后不断是这个身体的分解 还有我们地实分解 从有心进入没心 进入无心啊 所以当从四大分解 身心分解的过程中啊 这个时候啊 整个分解完了之后啊 它会有一段时间会进入 这个自信的明光 在特定的时候它会显现啊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 这个如果按照常者料的时候啊 这就是一个解脱的切家 这个切家 那 那 知别者 除天及地以外 一气皆有 这个知别啊 除了天和地以外 其他道都有的 一无忌心者 如上所言 之热苦 既不生也得 这是无忌心词啊 那么这种苦乐 苦乐都不生 那么下面还是进一步 说这个道理 此时 尚不尚二心者 得多修习 比其现实 于是 比不转绝 若于尚二种平等者 何者先念 比其现实 比不转绝 新微细形是 尚与不尚 二种皆知 而成无细 此时 尚不尚二心者 得多修习 比其现实 于是 比不转绝 那么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 尚与不尚两种心啊 平时呢 你多修尚的人 那么这个尚的心 就会生起 平时呢 多修不尚的人 那么这个不尚心啊 就会现实 当尚心生起的时候 不尚心就不喜活动了 当不尚心生起的时候啊 尚心啊 就不喜活动了 不会从此存在 在灵中的时候 所以说 一心则是短绝 尚心生起的时候 其余不尚心就不短绝 不短就是不生起啊 不尚心生起的时候啊 就是尚心就不生起了 若一上二种平等者 何者先念 比先现实 也不短绝 如果这两个人这一生啊 他的尚心不尚心啊 两种力量都差不多 那怎么办呢 那么在灵中的时候 如果他先出现善念 那么就是善念生起 如果先出现不善念 那就是不善念生起 一不随短 那么善念感就不起了 如果不善念身起 善念就不起了 不善念身起 不善念身起 不善念就不起了 不善念身起 那才宣告真正的死亡 那么进入这个细心的时候啊 那么善不善二种皆知 善心不善心啊 都平止了 而且很危气啊 而且很危气 在细心里 因为他是非常的危气 我们平常讲他 善心不善心啊 他都是为主调的 是不是在细心 这怎么说呢 就是一切友情啊 当他在死的时候 一切死 就是一切友情 当他在细完的时候啊 当心想定畏至不明之间 这句话读不起来有点闹草 根据广论的方言就是说 就是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啊 他畏至分昧想畏 就是没有进入细心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从初心啊 没有进入细心的时候 还是处在初心的状态的时候 以禅食所惜 我爱现实 因为长时间这种我爱的 这样一种习惯啊 他就会当心什么呢 当心最今的要死的 那么死了之后啊 那时候我就没有了呢 怕挂灭啊 有这样一种恐惧 然后就会对自己强得一种执着 对自我会强得一种执着 而这种自我执着的这种 这种执着的力量啊 就导致了他 产生中有个基因 中有个基因 中有个基因 出现 所以这些有情的造成啊 就是他的生命的联系啊 他这种生命的联系啊 他这种生命的联系 这种动力 这种动力 一流几地来 虽一乞我爱 既未观察 而不能造 如激烈等打力落得 若不来落得 则我爱亦不成人 一流几地来 虽一乞我爱 既未观察 而不能造 那么像生命的圣子啊 一流果啊 他虽然也生起这种我爱 但是呢 因为他的这种贵 这种无弱的智慧啊 的力量啊 所以呢 这种我爱 虽然生起 但是呢 他不接受 不会进入这个状态里面 但我们凡夫呢 因为没有这种贵的观察 这个我自己成定 马上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但是如果像圣子呢 他有这种 会观察 这种无弱的强大的力量 在观察 知道这是我的身体 不会跟着他跑 所以说 不能造 不会接受 不会接受 也就是不会进入这个状态里面 不会被他带淘了 如激烈等打力落得 就像有力量的 有力气的人 打没有力气的人一样 如果不来国人 人 我爱一只神也 如果进入不来国 不来国的人呢 在这个初经 初经讲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啊 那是不会生起 这个我爱我之为 那么 那么 接下来讲 暖 红 合燥 跟暖 死的时候 死人跟活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三个中心 一个是 赵晚时 三伐 这个三伐形成我们这个生命体验 一个是 赵命 这个是 赵命 这个赵命要有十来支撑 如果没有十来支撑 你的赵命马上就延续了 就不延续了 也就是我们作为活的 原因就是因为有十在支撑着我们这个摄身 十要是离开了 你的赵命也就结束了 你的赵命如果结束了 那十也就离开了 十也就离开了 那有这个十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有暖气 因为四大没有结体 它有这个十 它能够维护着这个射身 能够正常硬度 那反过来说 到我们的四如果离开了 也就是四大也随时结体 那么这个身上的这个暖气 温度啊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 知道你们有没有摸够死人啊 没有啊 冰凉冰凉 你看一烤气掉下去 马上就冰凉了 是不是 烤气掉下去马上就冰凉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嗯 就差那么一点点都不知道 就是那么一套气哦 不躲一点也不躲一点也不躲啊 暖虫何糟 若不善者先从上身伤暖自心而舌 若善者从下身伤暖自心而舌 以最初精血之中 时宜何处提前进战 后重何处 即使最初物之所路也 那么暖虫何骚啊 这个身是怎么样冰凉 这个冰凉是怎么开始的 嗯 这种冰凉跟这个 能从这个冰凉里边讲 能说明些怎么到了呢 哎 有的人经常那些念佛的人摸一下 看看什么地方还暖 对 摸一下就知道 看看是升天气了 还是下地霓气了 摸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做法好像有一定的根迹哦 看计算论啊 计协之地论啊 这个冰凉相信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 我看这个 中大师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从那边偷来的 做不善者 先从上升上满 自心而成啊 做不善的人 从头上开始冰凉 冰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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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到心口 然后这个心就从这个心口里开始了 做不善者 做不善者 从下身烧暖 以心而成 做善的人啊 从脚下开始烧暖 那么最后呢 也还是回到这个心窝这个地方 心啊 还是从这个心口里开始了 以最初精血之中 十一何处 去成心脏 心脏 这个心脏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最初啊 这个我们的中心脏一淘汰的时候啊 那么跟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传基因啊 那么最初就是形成这个心脏啊 十就住 十 十 这个十就 十住在哪里啊 十住在心脏呢 还是有一个住的地方哦 十住在哪里啊 到从何处 就是最初五之所录的 这个十 最初静气的地方 原来是从那个地方进气的 现在还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过去静气的地方就是现在出来的地方 那就就是心脏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 哪一个地方 你的每一种心啊 你的每一个心念 你的每一个念头 那你跟你的身上都会有关系的 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词已经从心脏里面出来了 正是宣告死亡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就这么完了呢 没那么简单 进入生命的下一个程序 进入中有 进入中有 中有事实上也就是生命的 从这一期生命到下一期生命的一个过渡阶段 过渡的生存 它不属于六道 它不属于六道的哪一道 它就属于一个过渡的阶段 时候成中有之理者如上所言 时从何处之时 有彼无间 如称地安 而成时影中有也 这个时候成为中有 到中有的形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这个时 就是根据前面所说的 时从心脏里边离开 离开的时候 中有跟深有之间 就是实有和中有 这是同时的 也就是实有的结智和中有的出现了 这里面是没有任何间隔 没有任何间隔 当然不能说同时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间隔 他这里提了一个例子 就像这个秤 高我们低 就像我们往那个东西 这边高起来 这边低下去 这边低下去 这边高起来 这叫什么 小手 这个低下去高起来 它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所以死亡和中游的出现 它几乎是没有一点点的间隔 所以二次 此以中游也 比中游的 中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游 有没有长相 有没有彼此眼睛 有的 比中游 指 严等根存 单身合计 机器比气 生一像 这个中游 它是六根都有的 不是没有的 那么到底应该长得什么像呢 跟我们现在生的时候的像一样不一样呢 中游的相貌 是跟这个人 他未来的生相 他来生要去哪里呀 比如他要逃成为猪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中游的形状 就是一个猪的形状 如果他要逃成为人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中游的形状 就是一个人的形状 所以说 单身合计 机器比气 是称相的 那么就 具备的 就是 就是耐气 就是他要生的耐气的 形象 形状 所以就是 你看那个民间里边啊 什么那些窍城啊 什么烧鬼啊 活力活现的 能够把这些 这个 哎呀 能不能给你找回来啊 嗯嗯嗯嗯 这个东西啊 跟佛教的说法 好像比较近一点 哎呀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啊 有的时候啊 他就像那么那么那么就像那个玩者 那样他出现了他也能叫做啊 哎呀你是我的什么 老兄老弟啊 还是什么 看到了 痛苦流气的啊 然后还可以给你说一些啊 这个人来申请什么什么什么 哎 你们也看到这些东西啊 啊 你们也有看过啊 自己的 啊 不管越进过 什么 关键知天和你的 哦 哈哈哈哈 哎 这个 其实呢 这个 其实这个跳�에서的人啊 他找回来的 他 felt the future 他表现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玩者 其实不是真正的那个人 其实都是这个主意家 他有能力 他有这些鬼痛 他模仿出来了 他制造出来了 其实不是这个真正的那个人 其实那个人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的 好像所有的人他都能找到回来 有点这个 就是说按和教来说 你四十九天一定要逃到六到七 有点死了多少年他都能跟你找回来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学乎了 而且全部都是逃成为鬼道 是不是 他找回来很多都是在哪一个鬼道里面给你找回来的 这不是不可能吗 鬼道就是六道里面一道 有很多他可能逃成为人道 有很多可能就是下地义器的 也有可能当处分器的 什么可能都会被他找回来呢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其实都是都是都是那些鬼带搞鬼呀 都是那些鬼带搞鬼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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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中北这个套大门的可以说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是不是啊 就是啊 都是那些鬼带搞鬼 对对 对 搞鬼 在魏少生之间眼如天眼 生如济通 济无障碍 从内有形 及修得离过天眼 能见识 在没有少生之间 这个钟音声很厉害 他的眼睛就是天眼 跟天然的眼睛是一样的 很眼很眼很眼 身体是有神通的 有这个神足通的 只要他看有要朝生的地方 一撒就过去了 而且他是没有任何阻碍的 钟音声 任何钟音声阻碍不了他 没有钟音声阻碍不了他 所以我们看那个 同乡写地里边 还是这个山里边 什么地方都有友情 钟音声什么地方都能禁忌 如果没有钟音声 禁忌就没有友情了 就是钟音声 所以他是有神通的 而且他是没有 任何东西都不爱不要他 那么什么人能够看到钟音声呢 同类且钟友 同一类也钟友啊 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 到从地方朝人去了 能够看到 或者也能够一起去 关系好的话 大概能够看到 我看那个双宝台 就是这么站出来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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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即离过 即修得离过天眼 就是这个修得离够天眼 就是这个修得离过天眼 这个中阴森一旦形成之后 它会不会转变 比如中阴森形成周到的中阴森 或者形成天到的中阴森 或者形成人到的中阴森 在没有逃生之前 这个中阴森有没有可能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关于记者论别说法 若成何去之中有 赤无辙子令一旦生 一旦变成中的中有 那一定就是会去当诸的 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当人的中有 那么一定就是当人 它不会改变 另外在极论里边 就是阿比达摩极论 这个是属于维持大成的经论里边 它是会改变 有辙就是会改变 哪一种说法更合理呢 那么本论呢 那么本论呢 它是比较战末后面的这种说法 就是应该是可以改变 如果不能改变的话 那这个超度打土国 都不是不管用的吗 蛤 那么多人以前都好来打土国 那我们这个金都白面了 所以它是可以改变 如果超度了之后 这个本来这样应该单之人 看谁也要单之人 可以单 可以单人 或者可以单狗 或者可以单狗 或者可以分到千兆 这个超度 它是有力量的 所以可以改变 那如果不能改变的话 超度就没有用 那么接下来 讲了终有 这种什么样的像 什么样子 长的什么样子 这是一种 看起来一种 这个 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 就是质量 身体的质量 做不善之 中有子如黑 黑 什么黑 如 如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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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中有如水 一天与人之中有如金 四二界中有千百 这路还已经说了 这个中有吧 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做不善的中有吧 做不善的中有吧 这个中有强见出来就是一片漆黑啊 就像黑挪光 就像那个黑牛的毛脏的颜色啊 黑牛的毛脏的颜色 毛脏的颜色 或者像金亮的叶就是一片漆黑啊 你看那个东西一片漆黑 所以叫做不善的这个 因为它的叶是黑叶嘛 黑叶是呈现出来的 所以就这个不善 这一步步了 若善中有如白衣冠或叶明夜啊 若善中有如白衣冠或叶明夜啊 若善中有像白 它能见白色的叶子啊 白衣冠 或者像夜明之夜啊 若善中有同类能互相见 同类的中有啊能到处相见到 并能自见深入 并且能够看到这要生到什么地方 比如第一的中有啊 或者二鬼的中有啊 或者动物的中有啊 它能看到要生到什么地方 因为人家看到什么地方啊 这中音笨啊 才会往那个地方蹦 就是它这种强烈的地方啊 因为牵引着它 很快的时间啊 比我们现在做火箭还要快 就像关的速度一样 就像心念的速度一样 就是中有去淘汰的时候 那种速度是极快的 第一中有如交诸 那种速度是极快的 真的假的 就像烧焦的木头一样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常常的中有呢 就是动物的中有啊 就像烟一样 你看看就像烟一样 二鬼的中有呢 就像水一样 夜间和人的中有啊 就像金一样 金色的 那么色界的中有啊 它是些海的 些大海的 那么不同的中有啊 它的颜色是一样 那么下面 若有无色生下二界 则有中有 若从笔二生无色者 十一和子 记彼处成无色之意 所以讲三界啊 从无色界生到下面二界啊 就会有中有 就会有中有 有中有生 那么如果从一界和色界生到无色界啊 没有中有 当下就进入无色界 我们这个生命一结束 当下就进入无色界了 这个 这个 由天之中有向上 人之中有平行 诸作恶业者也目世下 导正而行 三二界之中有 皆同意 中有在一个逃 逃胎的时候啊 它是种什么样的 它的行动方式是什么样的 说天上的宗友就是要伸到天上的宗友啊 那就像那个火箭神空那样 就是在往上伸到天上 那么人道的宗友呢 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这样子的行啊 平行 那么做乐业就是要多到三个道的宗友啊 他的眼睛就向下 就向下堕落了 所以三个道的宗友吧 都是向下 那么下面讲 宗友的少命道有国权 少量者若未得生人及七日处 得也人物结立啊 不得近期幻生于七夕日处 与此期间 并得生人 不过此限 如天中有 七日时候 过父为天 或便人人之中有 已有一夜 人便中有种之故也 一亿如初 那么宗友的少量有国权 如果说没有得到生人 生人人 比如说你可能第一天 死了一天或者半天 或者死亡 马上就有生人 你马上就去逃生 尤其是那些上一夜和二夜中的人 他这个宗友的阶段很短 下地马上就下地一夜 生天马上就生天 那么也有那种平常的 他可能要经历的时间比较长 他还要再寻找这个生 这个缘啊 就像很多人 这个实质的工作一样 他要再找一份工作啊 这个过程啊 他可能就要到处去找 这个过程就是中有阶段 你这个工作 这一份工作 每个人再下一份工作啊 这个阶段就是一个中有的阶段 因为地球里面讲 赞同佛教里面讲 中有很多 比如我们这个面头吧 从这个面头升级到下一个面头的阶段 其中也有一个中有阶段 其中也有一个中有阶段 所以这个中有是很多的 那没有找到工作啊 不是没有找到工作 没有找到这个来生 是不是 其实不是 不是你可以很主动地找啊 关键就是一个业力没有成足啊 如果随着 这个 可以主动地找啊 肯定会找 可能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大家都去找处境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业力决定了 所以未得生严及七十度 如果没有得到这种生的圆啊 我们要入七天 这个中有就会活到七天 七天之后就要死掉了 得圆才无决定 如果得到这种生的圆啊 那么就没有一定了 不得必须换生 如果得不到少神的机会啊 那么要死掉之后 一个中有七天 他最多只能活七天 他就会死掉 死掉马上又会出现中有 还是中有生之间 那么一共可以换七次 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 所以为什么说一般做工学啊 超度啊 都是要在四十九天之内 因为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 他未来的深处一般还没有决定 当然很难说 有了可能七天就决定了 有了可能一天就决定了 但是只能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啊 他还是有可能改变他的 四十九天以后啊 他已经注定的去处了 那么你再超度啊 这场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 所以因此其内定则的深远无过之间 最多这个中有的 最多只能是四十九天 中有的阶段最多只能四十九天 如天先真有 七天之后 过户为先 那么天的中有呢 七天之后 七天之后啊 他就继续还是以先的中有的分分出现 或变人者之中有 那么如果可能因为魔友 业力啊 改变了 所以他有可能又变成人的中有 那业力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常规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改变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有超度啊 那么这个第一的中有 或者这个 这个畜生的中有啊 就可能会变成人的中有 那么这个会改变 那通常的情况下 他是不太会改变的 也有一业能变中有 总之不远 一业无私 因为有其他的业力啊 就能使这个中有的身份才会改变 所以这不能改变的 所以这个中大师他是比较 心耐能改变的说法 那么现在就中有 中有 中有 中有完了 下一个节目就去逃生 怎么样去逃胎啊 所以 是一生有劫生之相 就是逃胎是怎么怎么回事 是一生有劫生之相 但是一切认语 若胎生者及父母精血 起颠倒见 而是如父母未眠 而如患见眠 比比爱得多 记者认识 为见父母免也 若 若生女生中有以母失离 苍以父焦 若生男者 鸡男之离 苍以母焦 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里 关于这一段话 它比较紧的是 这个 一写世纪论论 但是在我发现 跟一写世纪论论论 论论的说法 还是有一点点出路 所以这个要纠正一下 要是理解一下 就一定很困难 在一写世纪论论里面讲 如果是胎人的友情啊 因为父母精血 起颠倒见 就是父母的这个 这个精血啊 生起种颠倒见 怎么生起颠倒见呢 那么下面要说 而是如父母未眠 而如患见眠 那么其实这一段话 如果根据一写世纪论论论的说法 应该是 就是说 就是看到这个父母啊 在行这个邪行 在性交的时候 就是中英生去淘汰的时候吧 不是什么看年不年来的问题 就是看到这个父母啊 开生那个情 就看到父母啊 在这个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在性交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中英生啊 然后呢 就对这个父母的这个 生起这种爱夺 贪夺之心啊 贪夺之心啊 贪夺之心 所以这里面 其实是一种 就是一种邪行啊 就是 就是这个 发生这种性关系的时候 那么怎么生起这些导致呢 那么下面这一句说明 若不你生中有一亩失离 贪以富焦 若生男子 一难失离 贪以富焦 就是这个 这个中英生去淘汰的时候啊 是带着一种强烈 一种贪婪之心 带着这种贪婪之心啊 那么如果要成为女生啊 那么就想着 就是希望这个父母离开 母亲离开 贪以富焦 就是想象着自己啊 跟母亲啊 发生这种性的关系 那么如果是生为男呢 那么就想着这个父亲啊 离开 想象着自己啊 跟母亲啊 发生这种性的关系 就是身体这样的一种 懒熟的心 事与其理 穷而其下 如是男女自己 一见不见 唯见男女真相 对比起身 都有随便 身成身有 事与其异 从而弃向 当他身体这样一种幻想 身体这样一种幻想 之后啊 那么他就弃向 就是弃向 这个中英生就会挥快啊 所以所有的逃生啊 都是跟那种贪婪的一种关系的 就是一种心热 贪婪 就是对那种境界很感兴趣 然后跟那种你很感兴趣的境界啊 发生一种贪婪的心 然后你的 你的食啊 你的中英生就会直奔那个地方 当你奔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 那么才造成了这个淘汰的过程 如果对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啊 也是 也是不会去靠近他了 所以事与其异 穷而弃向 如是男女之体 一见不见 唯见男女根下 那么慢慢的就会进入到这个 就是父母的这个整个身体啊 都看不见 见到这个男女的这个根 男女根下 对比起身 终有随便 二层 二层生有 对比起身 我看这句话呢 在一些地上好像都没有 没有说到起身 只是说起懒惰之心 然后自己啊 就进入到这个 这个 这个父母呢 就是 就会进入到这个 应该是进入到父母亲的这个母亲的这个子公里边去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 终有又消失了 造成生有 就是把这个 父母的这个遗传基因啊 只以为是自己的 只以为是自己的 因为是 只以为是自己的这个当下 就造成了生有 然后造成生有之后啊 这个终有啊 也就消失了 也就消失了 那么 那么 这里所说呢 我看这个 这个 这个 管论啊 这个略论都有说到这个起身的问题啊 可能是说 是不是有关于 关于就是说 如果 在潮胎的时候啊 比如说 他 示威着对母亲上的摊主 然后对父亲身体称贴 如果是要了身为 哎 这个 男生 那么 如果要身为 如果要身为 女生 那么对父亲身体称贴啊 那么对母亲啊 就会是 反正一种称贴 可能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当然这个都是猜策 那么下面再进一步的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淘胎是怎么造成的 父与父母贪爱自己 最后 有浓厚的精血各处一体相以合格 祝母开户 犹如你 乱如你 乱如一路 一笔进食 得 终有灭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一学诗就像这一段道理啊 跟这个 就是虚观的 心理学 弗洛伊德啊 他也有讲到这种什么 练父情节啊 练母情节啊 哎 还有在现实生活中啊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人对这个父母啊 男的 对父亲 女的 对女的感情啊 有这样的多多少少有一些偏爱啊 这个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多多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也能 多多少少也能说明这样一种道理 故意父母贪爱自己 贪爱就是那种 那种 这种 这个性啊 灿烂的性啊 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最后 有浓厚的精血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 这个遗传基因 这个遗传基因啊 这个 心和软啊 合和啊 然后就进入这个 这个助母胎中 都会进入到这个 这个女心呢 嗯 那么这个遗传的中因就消失了 与灵同质 以洁生相依之势 有瘟系 疑根大腿和合身比同分的精血 疑根比身 在朱永烈的同时 因为这种食的力量 使得这个心很软 就是这个疑传基因 他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生命体 从瘟系的根 到长成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 那么这个过程呢 在记者论在一些实力的里边 经过了多少个期日 第一个期日长得什么样子 第二个期日长得什么样子 第三个期日长得什么样子 感到很长期 感到非常长期 这个小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边 怎么样形成呢 从最初的那么一点点东西 后来长成一个像不像样的人 感到非常清楚 那么 时入胎之时 诸喜阿拉耶者为阿拉耶 诸不喜阿拉耶者为义时 学生也 那么这个入胎的时 到底是哪一个时 到底是什么时期入胎 如果按维世家的说法 他一定是阿拉耶之 只有阿拉耶者才有这个 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其他的时 都是有间断的 他不能作为一个 结成相细的生命 比如说像前五十 他经常会间断 像第六一时呢 他也是有间断的 那么唯有地方阿拉耶者才是没有间断 还能当故习这个结成相细呀 连接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维世中他认为 这一定是阿拉耶者 那么像不外国教里边呢 或者像当然大臣里边 那么也有讲到 他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再讲就是 这个淘汰的时候 这种情况 若是深处不异气者 人不富 不富者不深 一个人去淘汰呀 淘汰是要带着这种爱 就是你要对这个淘汰的 这种境界很感应气 然后呢 因为你感应气嘛 你就会带着那种爱感的心 去直起这个境界 那么这样才造成淘汰 那如果你对淘汰的这个境界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你就不会是爱感的心 因为淘汰之后 也不是人家感的心 是你自己的业力 可以用着你去的 那么这个境界 一定是你喜欢的 你会生你执着的境界 那么有人可能会觉得 那你说像 比如说下第一呀 那谁喜欢第一呀境界呀 那如果当一些处生 那一般人也不会喜欢当处生呀 那对于地域的友情 是不是说 他看到第一的地域才是 才是逃生呢 其实不是的 他都一生看到的地 不是第一的境界 结果当他进去之后 才显现出第一的 不是说他看到的地域 明明知道是第一呀 然后才往前冲呀 没有那么耍的 广告 这就是一个业力的问题 你看下面说的 若一座增长生地域之业 如宰羊杀鸡幻书等非利益之中有 一席深处如一闷中而见羊人 以兴创提之爱的极网复比 是一生故事者起参 谁以中有灭而生焉 如是一地域及大一恶鬼 怎么说呢 就是有的人他要下到第一的旋期 到了这个第一的夜 那么怎么到了第一的夜呢 比如说这个人 他在他生前做的是宰羊杀鸡杀猪这样的岁月 他就会在他的眼前 他就会显现 显现什么呢 如一闷中而见羊人 就会看到很多 比如说喜欢换羊的人 他就会看到很多羊 喜欢杀鸡的人 他就会看到很多鸡 做这个猪的买卖的人 他就会看到很多猪 就像一个猪的市场 那个自由市场在那里在卖猪 那么因为这种习惯 卖猪的人 他就会不知不觉地 就会往那里走 杀鸡的人 他就会看到很多人 在那里宰鸡 那因为他习惯宰鸡 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会往里走 他的中阴生就会往那地方冲 所以以西窜息之爱的 就往复比 因为你的这种习惯 你的习惯和念头的业力 你的中阴运往那里 奔赴 奔赴到那里去 至于生处是社喜称 谁至终有灭而成有成年 当真正走到那里一看 一下子就是地义的大火 当然这猪有一尽气 马上一尽就是地义的大火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猪啊鸡啊 根本就不是了 可能看到的就是刀山啊 那种各种铁屋啊 马上就出现这种东西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丸子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友情啊 他就会生起身份心 他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就很以身份心 如是以地义及大一恶鬼 那个地义啊恶鬼啊 他们的少神啊 都大约都相同 凡单身以畜生恶鬼 人及地义 借是二借先者 与其身处 便是同类喜乐时友情 一体欢喜 私欲分腹 而由于身处起身 中有贼面 而身有身焉 凡是身后各类的领 各道啊 都是一样 都是对这个身处的 这个境界生起欢喜 贪夺 因为这份欢喜 一贪夺信仰 就会使他 奔赴到那个境界里面 然后最后呢 就造成了这种 这个洁生乡气 中有灭 生有出现 那么这个道理是 本地乌里边说的 其非利盈贩卖 贩猪等之身地 以此干什么 非利盈 什么叫非利盈呢 就是有的人天生 家里啊 他生长的 他生长的 家庭 就是专门就是杀鸡的 就是杀猪的 然后从小他就发誓 哎呀我这一生啊 就是做这个杀鸡的职业啊 我这一生就是杀猪的作业啊 就是他以这样的一个 不善的行为啊 作为自己发愿 作为自己众生的职业 这就是所谓的非利盈 祭舍的音 师罚 懒相处 师罚懒相处 以师生 康懒相处 化身康懒 度处而生啊 就是说这个 师生的友情 是因为康懒的相处而生 化身的友情啊 是因为康懒的度处 所以度处 所以所有的道生啊 都离不开康懒 都离不开康懒的心 又若生热地义者吃暖 若生寒地义者吃凉 这个 如果要生到这个巴勒地义啊 这个就是这个中医生 哎呀冷得不得了啊 冷得烧不了啊 看到那个前面啊 那个火带烧得很暖和很暖和的 那么按我们常语的习惯 我们肯定想就过去烤火了 就往前走了 走了走了 一下子啊 就遍地义 铺铁盖铁的身子打火 一下子把你烧的啊 迷骨杯都找不到的 然后呢 马上一下子 因为第一次发生啊 马上又没事了 然后你又生上又忍得不得了啊 哎呀 然后你刚才第一次发生了 你已经忘记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又生上又很冷 然后又看到前面打电火 哎呀暖和了很暖 太诱惑了 然后就想着往前走 烤火了 因为冷的时候能够心软了 这个是人有很常规的习惯 然后就往前崩 这个中医生就往前崩 结果一进去之后 马上哗一下子就 这个 四处都是火焰 火焰 一下子就把你烧的 痛苦不弹 就烧灭掉了 结果一下子哗啦 你又没事了 哈哈哈哈 这个生生就没见了 所以在地义里边是千子千生 万死万生 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那 那如果做到八寒地义里边呢 那也是一样 就是生上啊 那种热的难受的不得了 比那个八高高高高 可能要难受 一百倍一千倍的 你只想着要跳到喝冰水啊 要跳到很冰凉的地方去啊 然后你看到那边 那个八寒地义里边很清凉的 你感觉很清凉的样子 你的中医呢 就会往那里跑 结果一跑过去啊 马上就进入这个寒冰的地义 就是所有的这些 这些显现啊 都是跟我们自己的业力是有关系的 都是跟我们业力有关系的 都是我们业力的显现 其实所有的定义的显现啊 都是我们心的显现 都是我们业力的显现 所以其实蛮好的 说起来好像蛮好软的样子 你要真正到这里呢 那肯定就是不好乱 软针无胎针 软针的造成啊 跟胎针是一样的 记者论读里边说的 下面就是讲一讲发心的量 因为前面讲完这个苦地和吉祭 讲完苦地和吉祭呢 讲完苦地和吉祭呢 无非是要帮助我们活的这个 出名心啊 无非是要帮助我们活的出名心啊 无非是要帮助我们活的出名心啊 那活的出名心之后呢 最后就是按这个借定会啊 借定会啊 借定会来修行 发心我们解除这 解除过业 那么只有解除过业之后啊 然后才能正在列团 这个就解除到了整个修行的程序 那么这个基础呢 官司也就是要发去出名心 这个心要发到什么程度 不是说我想这个出名就可以了 不是想着我想这个出名就可以了 它是要达到一点点量 才能有作用 发心之量子 如是从苦极乐门 等知世间之相 若紧生起 需求舍利 及济灭需求圣德 虽是出仪之心 难游贤不足也 在必如激火宅极细牢役 一笔宅地生若何不乐 则地求逃活之心 必当于生死若何之量 然后人息见为真华 这种一种 发心之量 发心之量 发心之量是建立在苦极乐门的基础呢 建立在对苦极乐的认识的基础呢 审知世间之相 就是用智慧来审查发现世间啊 轮回啊 本质的确是痛苦的 因为认识到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啊 因为身体稀求此的一轮回 和稀求极灭 正着极灭的灭盘 这样一种事情 那么虽是苏理之心 难游贤不足 你只是有一种稀求的心 只是有一种正着灭盘的心啊 高不高呢 不高了 远远不高 应该要怎么样呢 盖必如激火宅 极细劳役 一体劳役 生若和不乐 得意求逃火之地 一当即若和之量 你必须要感觉 要观想啊 自己啊 就像待在火宅里边啊 就是逃火的这个盘子里边 你要想着马上就要逃离啊 不逃离啊 马上就要毁灭哦 要被烧死哦 或者呢 就像被关在监狱里边啊 哎 你想着 赶快要从监狱里边出来 我们对这个 从火宅里边逃出来 从监狱里边逃出来 这种处理精有多强啊 那么我们对这个三界 对轮回的处理精啊 也要有多强 如果达不到这个量的话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处理精啊 我们的发心啊 这个量是不高的 如果这样不到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从黄狱里边逃过出来 哎 我们就 我们就没有办法 身体真正的 真实无伪的 此处心 所以呢 然后人心尽为真短 此种意的 那么身体这样 这样一种出离精之后啊 还要通过不断的修行 不断的念主无常啊 念三二道主啊 此身份出离精啊 越来越坚固 力量越来越强大 力量越来越强大 如果不修的话 这个出离精啊 很快就淡化了 很快就变远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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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混沫是福袋炒面 那么同样呢 我们身体的出离之心啊 好吗也是轻飘飘的 所以 则是念者 世间之基因不过如是 就是我们对世间的念者 对世间的出离之心啊 哎 也像这个道理一样 而求灭苦离之解脱 力以相逢 希望解脱 希望正在宫敬 灭谈 这个心也是一样 也是轻飘飘的 就是图在表面上 至故 虽 虽修易修解脱之道 但为通言 其不等于他有其流软世间 苦之大悲 一无重生之 如果我们自身是用 出离心 求解脱的心啊 不争气的话 同样呢 我们所谓的大悲 我们的福袭 必用成的心啊 一定也是 也是不能真正升起的 也只是说说而已 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么这就是这个出离心啊 厌一心啊 出离心啊 这个跟出离心的关系啊 我觉得宗大师呢 在这个道西论里面啊 仿佛强调他们的这种地囊的关系 这个蛮重要的 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过期啊 没有太注意到的 不能其兴 不假造作之 无上福其心力 必必不生啊 那么这个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的出离心啊 那也没有办法引发这种真实无伪的出离心力 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出离心 一定要爬到一定的量上 那么这个量上呢 必须要通过最下世道的中世道的这种苦啊 发造的苦啊 轮回的苦啊 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思维 尤其要认识到这个轮回的本质 霍和业啊 建立起来的轮回啊 它的本质是苦的 那么下面就是有一个离邪分 佛邪分别 这个要说明一下 就是很多人觉得菩萨 他不应该有这种出离心 菩萨呢叫入师度度身啊 怎么可以像僧文一样有出离心啊 这个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 那么中大人呢就跟这种看法做了说明 做了说明 就是菩萨是不是也要像僧文一样 有这样的出离心 那么菩萨的入师度身啊 他究竟是从什么样的意义上来说呢 是从什么样的意义上来说呢 菩萨分别者 霍业若修愿化并想处理 如同声闻不乐世间 则若出离之间 故修愿化以小诚为妙 菩萨修则不应远 有的人霍业就是有的人 修这样一个观觉 如果修这种念离心啊 念离愿化想处理霍业 就会出离轮回啊 那么就会导致这种能量的结果呢 就像僧文能量不喜欢这个世间 不这个世间的结果啊 就会正气如涅槃 气如空性 所以说呢 那修这个念离心啊 一般应该是以小诚为妙 只有小诚的人啊 这么修的 也说到了 这么修的 菩萨修苦 则不应远 作为菩萨不应该有修这个心 不应该修苦啊 修这世间的愿化啊 不应该修 以秘密不可思议经中所言 那么这种说法它是根底 就是秘密不可思议经里边说的 引致秘密不可思议经的说法 那么宗大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是因为菩萨一世间不应故位之意者 归为以液祸所至 而柳软山友之生老病死者苦 不应出名 就是佛经里边说 宗大师的解释就是说 佛经里边说菩萨一世间啊 不要 不要害怕世间 不要故位啊 并不是说对于这个过夜啊 所产生的轮回生死 不要害怕 不要死为死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的 概念菩萨悲愿自在 唯意有情 而于山友造的 不应不为 其实菩萨呢 不算是所以积极地入世度重生啊 那是悲愿自在 那是因为持悲 悲心和愿力所至 因为悲心和愿力 所以不害怕这个 不害怕轮回 并不是对人为的本身啊 这种祸和夜啊 不愿意 不害怕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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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想法啊 所以 所以 苏以作业所至啊 流转至远 为众苦所兵 被众苦啊 沦回的苦啊 所必救啊 自力有血不能 让自己 如果生命 是在这种 作业的状态下 自力都很困难 伴依利他者待 伴依利他呢 这是你听他过的呢 此乃一切摔准之门 菩萨教父巧诚 由应严厉而灭 至于非愿 是在照尊世间 则应参丐 此乃一切摔准之门 这个过夜 就是一切摔准之门 它是跟我们造成轮回的 比起过半都是过夜 所以菩萨呢 也是应该要 复卫过夜 复卫生死 复卫轮回 要厌患过夜 厌患生死 厌患轮回 而在这一点上 菩萨教父巧诚 由应严厉而灭 这一点上 菩萨比小人 要有更大的厌理之心 要有更大的毅力和厌力和智慧 去消失这种过夜 因为唯有消失过夜 才有可能自力利他 否则的话 那就是自力都没有办法了 那么同时一悲愿 是在照尊世间 则应参丐 那么同时呢 以悲愿 以悲愿 去利益众生 那么菩萨要欢喜 要欢喜 要欢喜这样去做了 又比金印盈 那么东大师啊 又引了这个 并不可思议心里面的另外一种过法 祝菩萨者唯利有情 心皆成熟 一生道路 因此世间 坚有胜利 不住广大灭坏 所以这个菩萨 为了让有情也能够成熟 就是善根成熟了 就是能够引导 走向佛道 所以看到这个世间 坚有胜利 觉得这个世间 祝众生 祝化众生 这是一件很有利益的事情 因为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起步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大悲生夫妻 因夫妻心成人认诀 如果菩萨成就大悲 他离不开众生 如果离开众生 他就不能成就大悲 所以菩萨呢 他有两种能力 一个是悲成智 智不住生死 悲不住灭坏 因为有智慧 所以能成就大悲 因为有悲心啊 所以能不住灭坏 卢氏未能简洁而如前而首 一笔说者 设有菩萨界 则生亦党 是恶作罪 是菩萨地中所与 卢氏未能简洁 就是没有 不能到有的人 他不懂能简洁啊 菩萨的这个路是 是什么样的意义 把这种悲怨的路是啊 和那种呢 这个霍业 引离霍业的出事啊 把它追起来 那么其实呢 这是不对的 如果说菩萨 不要护卫霍业 不要引离霍业 不要印象轮回啊 这样一种说法 是在菩萨界里边啊 其实也是属于一种 犯戒的行为 所以这有菩萨界 在这一朗 是正说这样 所以就是这样 菩萨地里边说的 若已生死 地球出离 建筑有情 自治清卷 唯利敌的 而发出离心 是四百宗之一 叶三大尔 等于基底之中说的 那么菩萨呢 因为出离了之后 出离生死 那么同时因为看到这个 众生啊 又到一些众生啊 造成自己啊 又习正徒 为了利益众生啊 所以发出离心 然后以悲念住世间啊 必益众生啊 那这就是菩萨的精神 所以菩萨不是无畏去霍业 菩萨自己悲念造身 菩萨自己悲念造身 那么关于这个中士道的 土和吉的这一部分内容啊 就算巧了 其实下面有关中士道的修行 就是 这部分内容其实蛮简单的 蛮简单 实际上有一次啊 如果有一次就能讲完呢 这次好像没时间啊 那么我们学习这个中士道啊 中士道的重点是出离心 这个重点是出离心 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呢 这个出离心啊 如何生死 关键还是在于对苦啊 对柔和业的认识啊 这是中士道的 非常重要的内容 所以呢 大家要围绕着这个 要做一些思考 也就是要围绕着这个出离心啊 要围绕着这个出离心啊 要做一些思考 我们在明天晚上 招摸论堂啊 要对这个出离心啊 什么是出离心啊 出离心什么身体啊 以及呢 国教对这个 就是解脱的原理 关于解脱的原理 就是这个国教的解脱 跟这个事件上的 所有人的这种解脱啊 都是什么不一样 还有呢 对这个货和业 尤其是对环老 对环老要有一个认识 要做一些思考 环老 环老对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 环老的差别 环老的身体 以及环老的过犯 也就是环老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最近扮演了一种 怎么样的角色 我们如何去认识它 这些问题啊 大家不要做一些思考 希望今天晚上 带来回到这些问题啊 谈一谈 所以是非 愿意识功德 愿意识功德 苦积力切 我给你众生 我的与众生 借功臣佛道 借功臣佛道 我们下期见了